立法院15号下午总执询 还在第一棒的立委陈宁飞改用书面执询 立法院让韩国瑜当场依序唱名 最后六名立委两名兰委 通通因不在场被没收执询 民进党团炮轰韩国瑜不会应变 国民党团则把陈宁飞列为头号战犯 但他也有话要说 国民党你今天要检讨的是 韩国瑜为什么这么不会主持会议 反而你今天把责任推给我 我必须说我也是超级受害者 议事人员跑来跟我说 因为韩国瑜院长他要接待外宾 在12点以前我们已经跟报道处表达 我们要改为书面 立委委员真的是想质询 还是故意借题发挥羞辱韩院长 昨天陈廷飞委员因为第一个质询 但临时从口头咨询改成书面咨询 造成后面的议事大乱 陈廷飞委员当然自己要跟国人说明清楚 陈廷飞不背这个锅 韩渊自己也是超级受害者 反向韩国瑜不会组织会议 蓝绿炒成一团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跟民进党团总组 然后柯建民也再度交锋 难道他们是希望所有的官员在那边等他们来吗 我想这个韩院长完全按照议事规则 责任归属呢 这当然是韩国瑜疏于管理嘛 议事人员的怠惰嘛 韩国院长对这个一环过去的处理 都不是很熟悉 就在蓝绿围绕陈廷飞大吵时 时事评论员黄洋明表示 大家都弄错重点 之前整件事只有韩国瑜守规矩 其他人都在乱来 陈廷飞的状况根本跟这个事情没有关系 因为他在两点半开会以前 就是这个韩国瑜宣布开会以前 就已经改为书面之余 所以陈廷飞跑来卷入这个战场是无聊 但是这整件事情其实叫做集体失灵 昨天只有韩国瑜一个人照规矩走 其他人全部乱来 蓝绿为这次墨州执军事件炒翻天 韩国瑜已经决定要召集蓝绿白挡边 进行草野协商 整体风波要如何补救 大家都在看 记者郭先阳 罗志华 台北报道